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我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中国的地方政府正在悄悄减少公共机构的人工数量 以便将更多资金分配给新的政策优先事项 包括科学研究和维护社会稳定 这种缩减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因为地方政府试图避免公众审查这些变化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来自巴西的消息 南部地区的洪水和泥石流已经造成至少57人死亡 近7万人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园 这场灾难造成了基础设施的广泛破坏 包括道路和桥梁 并是超过100万人无法获得清洁水 最后我们要报告的是体育新闻 中国在尤伯碑决赛中 以3-0击败印度尼西亚 赢得了第16次冠军 这标志着中国在两年前输给韩国后的强势回归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最近的一系列报道中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还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各国如何应对挑战的不同策略 南华早报报道了中国各省份 为了更好地支持北京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控制优先事项 正在悄悄削减公共机构的人工数量 这变化虽然在公众事业之外 但其影响是深远的 为了将更多资金投入到科学研究和维护社会稳定党新的政策优先事项中 地方政府开始对铁饭碗进行调整 尽管这种调整尚未引起广泛关注 这种重组的性质和规模开始变得明显 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新的机构来负责这些领域 我们可以预见这将对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巴西南部遭受洪水和泥石流的侵袭 南华早报同样报道了这场灾难造成至少57人死亡 近7万人被迫离开家园的惨状 洪水对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 超过100万人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 里约格兰德州作为巴西最繁荣的州之一 面临着重建的巨大挑战 巴西总统卢拉将这场灾难归咎于气候变化 他指出这场暴风雨是全球变暖或厄尔尼诺现象 灾难性鸡尾酒的结果 这场灾难不仅是对巴西的一次重大打击 也是全世界对抗气候变化紧迫性的一个警钟 在体育领域 美联社报道了中国队在游博杯羽毛球赛中的胜利 这是中国队第16次夺得游博杯冠军 他们在决赛中以3-0击败了印度尼西亚队 中国队在两年前输给了韩国队 但今年他们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首先是奥运冠军陈宇飞赢得了第一场比赛 随后陈清晨和贾亦凡的双打组合以及和冰交 在第三场比赛中获胜 确保了中国队的胜利 中国队还将在汤姆斯杯决赛中再次面对印度尼西亚队 这是自2012年以来 同一国家的男女队首次同时进入游博杯和汤姆斯杯的决赛 这不仅是中国羽毛球的一个巨大成就 也展示了中国在国际体育竞赛中的强大实力和影响力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全球各地正在发生的变化和挑战 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调整 自然灾害的应对 还是在国际体育赛场上的竞争 都体现了各国在全球化背景下 如何应对内外挑战的能力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当地民众的生活 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对于科技发展 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合作的深入思考 在一个世界不断变化的时代 国际关系和文化盛世成为了文化盛世 成为了我们理解这个东原化世界的重大窗口 从有约的时尚盛宴到国际政治的微妙平衡 每一个事件都揭示了当前全球趋势和挑战的一帖 让我们透过三个不同的视角 深入了解这些引人注目的时刻 首先南华早报带来的是 关于2024年Met Gala的精彩预告 这个每年一度的盛世 不仅是时尚界的重要日程 更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装研究所的重要出管活动 2024年的主题被定为 《沉睡佳人时尚的崛喜》 旨在展示服装研究所收藏中的服装 这一年的活动由美国风古编安娜·温图尔主持 将汇聚约400名来自娱乐体育和社交媒体界的名人 2018年 这场盛宴为博物馆筹集了近1200万美元 展示了时尚界对艺术的支持与贡献 这次担任主持的还包括了著名演员Zendaya和Jalo他们的参与 无疑将为这场活动增添更多光彩 接下来日本时报报道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对加强与拉丁美洲关系的看法 在中国不断巩固其在该地区的地位之际 日本也在寻求加深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岸田文雄访问了巴西和巴拉圭 这是近十年来日本领导人首次访问该地区 他承诺将与这些国家合作 共同应对经济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挑战 同时支持在该地区运营的日本公司 这一举措展现了日本在全球舞台上的积极姿态 以及其对建立更紧密国际关系的承诺 最后南华早报也报道了中国敦促新西兰放弃扩音器外交的消息 这是在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表达了 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安全存在的担忧后发生的 自从去年新西兰保守联盟政府上台以来 他们一直在寻求与美国及其盟友加深联系 这是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表示关注的一部分 中国在南海的强硬行为 以及在西藏和新疆的人权问题 都让这种关注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驻惠林顿大使馆的回应 呼吁透过建设性对话来解决争议 凸显了国际间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 这三个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 当前世界的多样性和负荷性 无论是在时尚的璀璨舞台上 还是在国际政治的棋牌上 每一步都体现了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和对当前挑战的思考 透过这些事件 我们不仅看到了文化与政治的交织 也看到了国际社会在共同面对挑战时的团结与努力 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 故事从不缺席 从香港的天空到澳大利亚的海底 在飞跃到北韩的音乐节奏中 我们发现无论是重振翅膀的航空公司 创纪录的母丽 还是风靡全球的宣传歌曲 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惊奇和启发 南华早报带来了一篇光胡相承用它 带来了一篇关于香港航空的报道 国带航空的CE布林扫波描绘了一幅公司在2025年第一季度前 重建全球航线网络航班频次和员工人数的红归蓝图 这家曾被新冠疫情重创裁员8500人 其中5300人在香港并暂停部分航线的航空公司 如今正努力恢复其服务质量的声誉 并在员工之间重建家庭般的感觉 这不仅是一场商业复兴的旅程 更是一次重塑企业文化和凝聚力的挑战 从天空转向海洋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道道了一个关于牡蛎的奇妙故事 一位从事牡蛎养殖55年的农民 博尼康奈尔·布尔尼康诺获取打破了世界记录 培育出一颗重达3.01公斤的牡蛎 昵称为奇尔 这颗牡蛎的重量几乎是现有记录的两倍 康奈尔正在等待吉尼斯世界记录的确认 他将这一成就归功于牡蛎的饮食 在其成长的河流中 牡蛎享受了18种不同的藻类 康奈尔认为奇尔如果出售 可能会有高达10万美元的价格 这个故事不仅讲述一项潜在的世界记录 也展示了对自然和生态的深刻理解与尊重 最后南华早报介绍了一首 在TikTok上广受欢迎的北韩宣传歌曲 这首名为《友好的父亲的合成器流行曲》 以及类似UP歌曲的欢快节奏和朗朗上口的旋律 在TikTok上成为热门 尽管这首歌被视为是一种精心计算的国家宣传 但它也在北韩成为热门歌曲 并在西方世界成为一种名音 专家表示 这样异于传唱的曲调 旨在将意识形态信息传播给大众 并提升金正恩的形象 将它塑造为一位像他的前月一样的父亲形象 这首歌的流行凸显了音乐作为文化和政治工具的强大力 这些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人类对于创新 持续和传播的不懈追求 无论是在商业复兴自然界的奇迹 还是文化宣传中 每一个故事都证明了创造力和毅力的力量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 这些故事激励我们不断前进 探索未知 并用我们的行动编织出更多精彩的故事 在南华早报的报道中 巴西金融科技公司 Darwin S.I.S.在中国以及印度统一支付接口 UPI的增加采用中 对数字支付的需求 在BHB领域日益增长 随着实时支付在全球变得更加普遍 Ibanks计划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商户基础 并改善数字交易和支付的体验 据CI Worldwide的报告 实时交易预计将在20报告 实时交易预计将在2022年至2027年间 以每年21 3分的速度增长 其中印度占全球实时交易的46% 巴西占15% 这揭示了中国与新兴市场日益增长的商业联系 为B2B支付领域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另在我的黑剧照护上使用它 另一方面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在澳大利亚珀斯一名16岁的少年在停车场刺伤一名男子后被警察射杀 官员表示 这名少年因极端主义倾向而被警方关注 警方在接到一名男子声称要实施暴力行为的电话后赶到现场 两名警察试图说服少年放下刀具 但他冲向其中一人 警察随后使用了钛色枪和手枪 当钛色枪未能阻止少年时持枪的警察开枪其击中 嫌疑人后来在医院死亡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南华早报的另一篇文章 讨论了中非之间所谓的绅士协议 文章指出中国必须遵守其作为成员国的全球海事条约所建立的国际规则 作者指出中非之间关于南中国海的协议是口头的 没有书面证据 尽管之前声称这些设施是为渔民准备的 但中国在该地区的设施现已成为军事基地 作者引用了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 指出中国在九段线内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并且该地区的岩石无法支持人类生活 因此不能拥有自己的专属经济区 最后另一篇文章批评了美国政府尽管以色列在被占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扩大定居点 却仍然支持以色列 作者认为鉴于美国声称支持自由民主和人权 这是一种伪善 文章强调了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流离失所 土地征用和人权侵犯 并批评了美国对批评以色列政策的声音的压制 作者认为打压球结束对巴勒斯坦人军事侵略的学生抗议活动损害了自由和正义 并破坏了美国作为人权捍卫者的信誉 通过这些报道 我们可以发展到国际政治冲突 全球正面临着一系列复杂且紧迫的挑战和机遇 无论是在商业交易的数字化转型还是在处理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方面 各国都需要寻找平衡点以促进和平 稳定和繁荣 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 国际间的文化 经济 体育等方面的互动日益频繁 而这些互动背后不少和地区面临的挑战也各不相同 从日本对碧玉和堕胎的存取问题 到沙特阿拉伯对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兴趣 再到中国智库夫品牌在东南亚市场的策略 这些事件揭示了全球化时代下的多元挑战和机遇 日经亚洲报道 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IPPF负责人指出 日本需要改善避孕和堕胎的存取问题 以提升经济生产力并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目前日本仅提供两种避孕方法 避孕药和子宫内装置 且这两种方法都昂贵 而且不被健康保险所覆盖 这导致日本女性使用避孕措施的比例 远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 IPPF呼吁提供更多避孕选项 并增强应急避孕药的存取 而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CNN报道了沙特阿拉伯对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兴趣 这一几乎无声的运动成为了沙特下奖励的最新焦点 与世界斯诺克学会在WST签署的一项丰厚合约 使得斯诺克世界锦标赛未来在谢菲尔德的Crucival Theatre举办的可能性受到质疑 这项合约被一些人视为赛事在2027年现有合同结束后 可能搬到沙特的前兆 然而这一转变受到了包括伊朗选手Hawson The Fay在内的选手们的批评 他形容Crucival Theatre真的很臭 此外有人指控沙特通过举办高知名度的体育赛事来洗白国家形象 另一方面南华早报探讨了中国智库服品牌在东南亚市场的策略 这些品牌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等穆斯林多数的市场中 因其低价和高品质而受到欢迎 然而许多品牌隐瞒其产地将自己包装成本地产品 以避免关于安全性和清真认证的担忧 例如Street Fit品牌在马来西亚和印尼市场使用当地名人代言 但并不披露其产品是中国制造的 这种缺乏透明度可能源于过去中国产品中不安全成分的丑闻 以及穆斯林市场对产品是否获得清真认证或含有伊斯兰叫禁忌成分的担忧 这些报道揭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不同国家和地区如何面对各自的挑战和机遇 从提升女性健康和生产力到体育赛事的国际化 再到跨国市场策略的调整 这些事件凸显了全球互动中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每个案例都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下 文化经济和体育等领域的交织和相互影响 展现了一个多元且互联的世界 谢谢您的收看上天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规法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